是蔡英文她要去会见王金平 今天下午四点半左右就会登场了 而蔡英文的这场请义之旅 从范绿跨到范兰 未来还不排除说要拜会的是 亲民党的党主席宋楚瑜 还有新党党主席郁木铭等来营大佬 要展现她的大格局 不过之前蔡英文跟央行总裁彭淮南见了面 引发消费说 所以今天下午这场 这个蔡英文会见王金平的 这个整场会议都会全程公开 对此蔡英文她说 全程公开果然是不合预期 但是王金平却开玩笑的说 谁消费谁还不知道呢 前一天才拜会了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在英文情义之旅马步停蹄 但正回要拜会的 令人引来高度联想 因为就是来营重量级大佬 立法院长王金平 适合在媒体公开的事情 我们就会拿出来 在媒体之前来讨论 那不宜的 那我们再另外找机会沟通 所以没有全程开放 可能说全程开放 我们再确认一下 院长今天有要全程开放吗 会吧 我是这么要求的 蔡英文那边通知说 只开放五分钟啊 对 但是我还是 跟她这个回话了说 还是全程开放 不能秘密会谈 蔡英文坦言跟规划有弱差 王金平态度也很低调 只是现在正值蔡英文总统竞选 组织布局 这样的拜会 却引来蓝绿不同解读 他到处消费人不是吗 同怀然被他 被他消费的很惨 这个感觉上 他想消费苏贞昌 这个 到达的自己吧 小英拜访王院长 就是消费王金平 那那么马英九来跟王金平 会晤就是两什么 这个是什么 马英九才是消费王金平 谁消费谁还不知道 那我们提到这些 这个议题就不是 也希望民进党 多多的来合作吗 万能主目 蔡王会下午要登场 未演现红豆 三新闻林佑黄启超 台北报道 三明儿 三新闻林佑黄启超 三新闻林佑黄启超 4日子 小夏天